我已无法确定,这是我第几次看到许旺抱着其他女生亲嘴了。 我本想冲过去逼问她,最后却只是隐藏在角落里默默流泪。 今天是我生日,她曾承诺会陪我一同庆祝,但可悲的是,她忘记了这个承诺。 我强忍泪水,打点好自己的心情,去见小花,那个在我儿时最亲近的朋友,现在却在医院中接受着治疗,她身患重病。 我刚刚将水果送到她的手中,手机就开始震动,我站起身,走出房间去接电话。 你现在不在家吗?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徐旺的声音,我不由得再次回想到那个吻,那个她与陌生女生的吻。 我回答道,我在小花这里,你不一样也没在家吗? 徐旺显得有些不满,问道,我不是说了,我今天会回来吗? 我回答,你的承诺那么草率,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 徐旺责备道,彭念,你别无事生非。 我打断她,问道,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她猜测道,什么日子,难道是我们的什么纪念日? 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她的话,无论听过多少次,总能精准地伤害我。 曾经,我们确实会庆祝纪念日,刚开始相爱时,似乎总有各种需要纪念的瞬间,比如一个月,一百天,一周年。 后来,当我试图修复这段感情时,也曾借助纪念日之名约她出来,然而得到的总是她的嘲讽。 渐渐地,我选择忘记。 后来,小话的病让我再次被现实所动摇,我觉得,生日至少应该一起过。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记得,在篮球架下,那个带着夏天青草香的纹。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个纹也成了它可以记忆他人的。 当我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而家里的灯却亮着,这是极其罕见的。 她不耐烦地质问我,你让我回来,然后自己跑去林小化那里,是什么意思? 我心烦意乱地看着她,反问她,你不是说你不会回来吗? 她反驳道,那我现在坐在哪儿呢? 她总是一言堂,我无法插话。 我问她,我们明明同时下班,为什么我到家了,你却不在? 作为徐旺的助理,我们的办公室只是一堵墙之格,有时她心情好的时候,会陪我一起下班,那一刻,仿佛我们还是恩爱的情侣。 难道你希望,在我身后装着摄像头,时刻监视我接触了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才会满意吗? 她一边说,一边从沙发上站起来,用力踹了一脚茶几。 震动的声音在客厅中回荡,也在我的心中回荡。 我伤心地抬起头,看着她说,不是谁的嗓门大,就代表谁有理,徐旺,你这是心虚。 她似乎无法再忍受我,站起身走向外面。 童年,如果你受不了,就滚出去,这是我家,不是你的,你要明白,是你求着我跟你好的,不是我需要你。 她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门,走了出去。 我突然怀念起我们上学的最后一年,那个生日夜晚,我们小心翼翼地交织的手指, 徐旺突然从身后拿出的生日蛋糕,还有她轻轻唱的生日歌,那是我生日过得最完美的一次,有蛋糕,也有它。 我一直记得,那是个海绵宝宝形状的蛋糕,甜得发腻,我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蛋糕,再也没见过当年的爱人。 可能是睡觉之前流过了眼泪,梦里又回到了不会流泪的岁月。 灵妖,灵妖,这里是小话。 我笑着拉她的手,小话小话,这里是灵妖。 提问,为什么你次次都帮徐旺作弊,她还是考不及格呢? 英语老师喜欢考试,每一个不及格的人都会遭到她的批评。 很巧,徐旺音音很差,我就次次考试之前,都帮她做一份复习资料放在她桌前。 小话说我这叫新时代田螺姑娘。 梦到了上学时候的事情,上班的时候看着徐旺,我也没那么生气了。 同助理,徐总在里面嘛,这是最近跟徐旺打得火热的小网红,长相漂亮人也乖巧。 但我每次看着她的脸,心口都莫名一致。 避开她的目光,我说,她在,你直接进去就行。 她甜甜地笑了一下,说声谢谢就走了进去。 等她推开大门走进去,我看着她的背影才终于想起来,有一个人跟她很像,樊文问。 那年我刚上大学,跟徐旺两地分居,虽然每天都打电话,但是总有联系不上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事总是一往无前,坐上绿皮火车十几个小时也要回家看她一眼。 只是一眼,就撞见了正从她公寓里走出来的樊文问,波浪卷发杨柳腰,是个美人。 我心里咯噔一声,却还是自欺欺人地想,一栋楼里那么多住户,怎么会那么巧呢? 可她叫住我说,童年,你是童年吧。 我感受到空气的冰冷,你是。 你好,我是樊文问,早就听说过你,从徐旺的嘴里。 我一直记得那一瞬间,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生疼,她笑着说,好巧。 我的世界崩塌,小网红从徐旺的办公室走出来敲我的桌子,同助理,徐总叫你。 我这才将心脏从记忆中解救出来,笑着送走她去见徐旺。 进去的时候,徐旺正在拆包装,是个精巧的盒子,要不要尝尝。 她顺手递给我一块,是个巧克力。 我问,你不是不吃巧克力吗? 她愣了一下才说,偶尔一次没关系,而且小姑娘的心意嘛,扔了可惜。 我整个人都被冰冻在原地,脑海里都是她的这句话,原来她是知道的,知道一个人爱人的心意难得,知道别人的心意不能辜负。 可我一直记得,那年她生日,我精心准备了自制的巧克力,小心翼翼地递到她手中。 满怀西翼地希望她尝一尝,可她只是拆开看看然后问,有没有人吃巧克力? 她随意地用手指蹭了蹭我的脸颊说,我不太爱吃,别浪费了,你吃了吧。 我将着身子将那盒巧克力接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扔进了垃圾桶,不被人重视的心意,最终的归宿就是像垃圾一样的被丢掉。 童年,徐旺叫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你最近总是信不在焉。 我沉默以对,她敲着桌子说,新上映的电影,我带你去看吧。 我咬咬唇说,哪一场? 这悲怯的心意让我自己都觉得唾弃,晚上去看小花的时候又碰见她跟思念吵架,她单方面嘲讽,思念只是一味听着。 只是看到我的瞬间,思念就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出去,路过我的时候说,不能吃的东西别给她吃。 我瞪了她一眼走过去,对小花说,又生气了小花,生气不好的。 她还气鼓鼓的,说,我也控制不住,好烦。 我接着说,有气就朝她发嘛,反正她也不会回嘴,想想是不是好一点。 小花仰起大眼睛瞪了我一眼,抱负似的说,你知不知道,徐旺要结婚啊。 手中的水果刀一歪,一道长长的口子显现出来,在雪开始蔓延时,痛觉才传达到神经。 小花按响铃手忙脚乱的叫来人给我包扎,好不容易包好坐下来,小花再也不敢让我拿水果刀。 她拍着胸脯安慰自己,我坐在一旁发呆。 她小声地说,你不知道啊。 她看上去有些愧疚,我笑着安慰她,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 她的眼神不住地往我的手上瞟,区别大着呢,早知道不说了。 安抚好了她,我才往回走,看见那盏暗烈的灯,我忍不住去想,现在徐旺在哪里呢? 是在未婚妻身边,还是在小网红身边,还是随便哪个小姑娘身边,总之不会在我身边。 跟徐旺订婚的女孩我知道,是周氏集团的独女,上次谈合作的时候印象很深。 她上下打量着我说,同助理,是吗? 我伸出手去,周总多多关照。 她莫名地笑起来说,是啊,以后都多多关照了。 当时不知,现在想想是这个意思。 手上的伤口隐隐作痛,可能是冬天太冷,我不住地打着寒颤,身子抖得不成样子。 我问自己,阿宝,怎么就过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 我甚至没去问徐旺结婚的事情,我找了个小房子陆陆续续地将我的东西搬了出来。 徐旺不常回家,就算回去了,她也根本看不出来,她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我最近常去看小花,她瘦得厉害,总是在睡觉。 小周护士回来换药,小姑娘眼睛都是红的,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她红着眼睛对我笑,小生说,多陪陪她吧。 我有点想哭,她瘦得不成样子,给她带的垃圾食品她也都吃不下了,就算吃下去也会很快就吐出来。 我捏她的手指,眼泪却落下来,我赶紧去擦,却怎么也抹不掉。 小花看到后安慰我,哎哟,哭什么? 我抬头望过去,小花,喝水吗? 问你呢,哭什么? 她费力地抬起手,想要擦我的眼泪。 小花,你可不能死,我没有别的好朋友了。 我拉着她的手放在我脸颊上小声说,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她扯扯嘴角说,活该,让你交朋友,你总是用大把时间来追男人,后悔了吧。 我摇摇头,我有好朋友呢。 我有好朋友,唯一的好朋友。 她不再说话,喘气都费力,只能跟着我一起红了眼角。 怎么办啊,好朋友,还没看着你快乐呢。 我终于忍不住趴在她的床边哭了起来。 小花笑着说,阿宝,到我墓前也这么哭吧,显得我很有人爱。 好了好了,别哭了,哭得太丑了。 清城下了一场大雪,雪花之后迎来了两个大晴天,许旺约我去看的电影就在今天。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说好的地点,但是没告诉许旺。 往常这种约会,都是我提醒了一遍又一遍她才能记得的,这次我没讲。 电影开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我早早就坐在电影院门前的椅子上面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我数着从我面前经过的小情侣,五十一,五十二。 电影开始检票了,有工作人员高声喊着维持秩序,我坐在地等待,一直等到电影开场,我才站起身来往外走。 这不是许旺第一次爽约了,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晃着她的胳膊问她,明天就是我们四周年的纪念日了,你能不能跟我去看新上的电影啊? 她拿过手机摆弄了一下,才漫不经心地说,爱情电影太土了吧,我不想看。 我痴痴地看着她说,那改成你喜欢的,好不好? 她点了点头,嗡了一声,我精心地安排好了一切,早早就到电影院前等,给她发了一次又一次微信,她没回。 然后在上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我看见了搂着其他女孩子的许望。 电话打过来,她问,有事吗? 我说,就是问你记不记得,我们要一起看电影。 她叹了口气说,改天吧,今天好累。 我说,可是,今天是我们四周年。 她有些不耐烦地说,纪念日而已,下一年再过。 那个小女孩笑着走过来,她就急急忙忙地挂断了我的电话。 后来我再也没走进过电影院,总觉得能在里面看见徐旺,身边站着的却不是我。 外面又开始下雪,路过垃圾桶的时候,我扔掉了那两张电影票。 不在工作,我就常去小花那里,她总是睡着,却在一个晴天显得精神很好。 她说,阿宝,带我出去走走吧。 她说,对不起啊,好朋友,小花在流泪,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沐浴在阳光中, 定定地看着四年对我说,只能让你一个人送我走了。 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最初的梦想,说我们最早的愿望,说最好的时光。 她说,她走了太远的路,现在觉得很孤单,说她想要去见家里人。 她说,阿宝,你要快乐。 她说,阿宝,你要幸福。 她说,阿宝,我要走了,你别害怕。 我抓着她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花,别走啊,求求你,别走。 她费力地拍我的手,阿宝,别害怕,做你想做的事,开心一点,我会保佑你的。 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了。 小花,别睡,别走。 最后的最后,她对我说,阿宝,别哭。 那么温暖的阳光里,我失去我唯一的好朋友。 思念比我准备得更充分,也更冷静,她处理着小花的后事。 我咬着牙瞪她,她也不在乎,只是走过来问,徐望问你在不在这里,我怎么回? 我说,不在。 思念淡淡地回,知道了。 除此之外,我们不再讲话。 我在小花的墓前流了很多很多泪,她早早就立下了遗嘱,将所有的钱留给了小周护士。 小周护士来吊咽的时候扶着我小声说,她说她开玩笑的,她不希望你在她灵前哭,她会不放心。 我泪流得更凶,转过身就看见了徐望,她的手上戴上一枚戒指,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 哦,她订婚了呀,她走上前来在我面前站定。 童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删除我的联系方式,我问你话呢? 她一连问了几句,我都没有想要开口的意思,说什么呢? 我吊咽着我的朋友,她迎娶她的娇妻,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退后了一步看着她,她其实还是当年的样子,跟我当年喜欢的样子一般无二。 我对她说,徐望,我今年28岁了,时间过得很快对吧? 她疑惑地看着我,还是耐着性子说,嗯,你答应跟我谈恋爱那年, 我才18岁,十年了呢。 我指着她的戒指说,多好笑啊,你都准备结婚了,却还是打算跟我谈恋爱? 她迅速背过手去,在放下来的时候,手上就已经没有那枚戒指的影子了。 她说,一枚戒指而已。 我仰起头来,拢了拢衣服,初春的晚风刺骨,也让人清醒,我们分手吧,徐望。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抬起手指着那颗天边最远处的星星说,你太明亮了,徐望,你一直是我心里最闪耀的那颗星星,这些年来,我的世界就像这片天空一般,除了你之外,什么都没有。 她还想说些什么? 同念。 我打断她,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 我说,我该去阳光普照的地方了,徐望转身就走,留下一句你好自为之,我看着她的背影许久,直到她消失在我眼前。 告别了小话,我动作很快地敲定了要做的事,甜品店是我们一开始的梦想呢。 装修,设计,跟各种人对接,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要不是徐望总是打电话,我几乎要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了。 嗡嗡嗡,我叹了口气接起电话来,这是今天徐望打的第三个了,喂,我的印章在哪里? 我在脑海里过了一下说,应该是在办公室左手边第三个柜子的最里面。 找到了,然后就挂断了。 我力所地将所有细则整理出来交代给了我相熟的同事,让他交给徐望的新秘书。 徐总没招新秘书啊,他这样讲。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替我打印出来放在桌上吧,谢谢。 然后,将这个手机号也拉黑,我安心研究自己的设计图,天气暖和之后,我看着已经完成大半的店铺,觉得心情不错。 佟姐,跟我相熟的同事,今天是第二次跟我抱怨了。 我夹着手机,歪着头,问,怎么了? 徐总现在简直就是个工作机器,谁也不能动摇他上班的决心。 我们已经抄了完成上半季度的业绩了,你知道吗? 我笑着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想放假呀,放假! 小姑娘在话筒对面,声嘶力竭地喊,我忍不住想笑。 那你就打电话给他身边的小姑娘,随便哪个都行。 问问他们有没有时间跟徐总约会啊, 有的话你就做个行程表,问问徐总愿不愿意。 我漫不经心地给他支招,对面却诡异地静默下来, 我疑惑地问,小琴怎么不讲话。 小琴艰难地吐字,嗯,佟姐,你真的不回来吗? 我说,不回了,我的电话装完了,到时候请你来吃东西。 佟姐,很快地对面就传来了新的声音, 佟念,你开了什么店,能赚几钱啊? 声音太大,我还挪了挪耳朵,徐旺。 佟姐,我先挂了白白,电话挂断的瞬间, 我还以为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 但我太忙,就没当回事。 后来,小琴还特意发微信跟我道歉, 我还贴心地把之前跟徐旺走得近的小姑娘的联系方式 都整理了一遍发给了她,她没回。 天气暖了之后,我的新店开业, 名字是我亲自敲定的,就叫童年的小画廊。 我妈来视察工作的时候给我提意见, 会不会被人认为是学画画的呀? 我觉得很有道理,在旁边又设计了一个大蛋糕。 开业的那天,我久违地见到了思念, 早就听说她回来了,倒是不知道变化这么大。 她说,能卖一个蛋糕给我吗? 我站在原地没动,她苍白着脸笑了一下说, 那不是写着呢吗?让每一个顾客都觉得幸福。 我有点想嘲笑她,可是她说,我要去见小画, 我希望她觉得幸福。 我要说出来的话就吐不出口了, 承诺办上之后我去做了一个给她。 你跟小画说,要是不好吃,就入我的梦, 死丫头一次也不来呢。 我哑着声音递给她,她只是笑, 转身的时候放了一打钱,在收银台上。 开业快乐,名字取得好,祝你才人广进。 一份彩头,我收了,小晴真的带着原公司的同事来捧我的厂, 我高高兴兴地将他们迎进来, 给他们展示我店里的新品。 顺便让大家一人填了一份新问卷, 用作顾客调查,小晴拉着我到一边小声跟我说, 许总最近不知道抽什么疯,说不结婚了呢? 我耸耸肩,也没当回事,那你就按我说的, 给她做份恋爱形成表,省得她没事找事。 小晴敏敏纯,狠狠点了点头。 最近有个人总是来甜品店里做, 她会支招画布,自己一做就是一整天。 她说她是个画家,十八线不知名画家, 她这么说,我们有时候会聊天, 她会讲她去过的地方, 她说,我好喜欢画人, 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有些人的眼睛像水晶, 有些人的眼睛像琥珀, 有些人的眼睛混沌, 淡美,都美。 我笑着问她,能不能给我画一幅。 她说好,没人的下午, 我坐在长椅上给她当模特, 阳光很暖人也寂静, 我感到平静。 交给我画的那天, 她送我回家, 我笑着问她,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什么了吗? 画家也笑着答, 嗯,平静, 是我很向往的平静。 我琢磨着她的话, 笑了一下, 我以前不是个平静的人呢。 是吗? 她反问我, 开始好奇了, 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树影斑驳, 我笑着答她的话, 只是还没开口, 就被人打断了, 同验。 我愣了一下, 看见了徐旺。 画家说, 看起来她有话对你说, 那我先回去了。 我点点头说明天会请她喝一杯柚子茶, 徐旺都等不到画家离开, 就猛地抢过了我的那幅画, 上下打量着, 这人是谁? 我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尽量礼貌地说, 还给我。 徐旺宁笑着, 三下五除二地撕掉了我的那幅画, 画人物肖像画, 下一步画什么? 私房画吗? 我揉了揉脑袋, 只觉得太阳穴秃秃地跳,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她说, 我从你店里跟过来的, 那小白脸谁呀? 你没有说有效的。 我说, 那是我店里的客人。 你们店还干这种营当吗? 客人送店主回家, 给他画像。 我被他这几句话气得直哆嗦, 上前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徐旺气得跳脚, 童念。 我冷着声音说, 他送我回家是因为我是个成年单身女性, 他是个成年单身男性, 我们在试着彼此接触。 谁允许你跟他接触了? 他将声音提高一倍, 在空荡荡的夜里回响。 我是个独立的人, 我自己允许了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 徐旺, 我希望你赶紧离开我家, 不然我会报警。 我转身向楼上走去, 他紧紧跟在我身后。 徐旺, 我加重了声音。 徐旺脸色难看, 怎么, 你还不让我进门? 我顿住脚步, 拿出手机, 你好, 请问是110吗? 我这里是。 童念。 他接过我的手机按掉语气恶劣地说, 你现在是在跟我闹脾气吗? 我叹了口气说, 徐旺, 现在是你搞不清楚状况, 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徐旺, 别再来找我, 不然我真的会报警, 我不想跟你走到这一步。 画家第二天没来, 我还觉得可惜, 但店里人流不断, 没什么人的时候我会放一首喜欢的歌, 过得也自在。 一个星期之后, 画家又推门进来, 他笑着递丢我一幅新的肖像画。 我有些惊讶, 我都没做模特。 没关系, 我在这里做了大半月, 已经记住了, 漂亮的女店主。 我被他夸得开心, 想吃什么, 今天免单。 他点好单之后坐在前台, 我好奇地问, 你是有预测的能力吗? 怎么知道我的话坏了呀? 他笑着说, 上次在你家门前见到的男人有些凶, 怕你遇到危险我站了一会儿, 所以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不好意思啊。 我晃了下杯子才说, 谢谢你呀, 还能想到这一层。 女孩子总是比较娇弱,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笑着夸他, 顺便给他加了一份布丁, 你的话我很喜欢, 你是很有才华的人。 画家抿了口茶笑了一下, 同店长, 我打断他说, 你可以叫我同念。 他勾起嘴角笑了一下, 同念, 我要离开这里了, 往更西部走走。 我愣了一下才说, 你要走了呀。 他说, 其实, 清晨很好, 这里最近风景很美, 天气很好, 甜品很好吃, 店长也很漂亮, 让我一度想留下来。 我低下头, 等着他后面的话, 可是那天送你回家, 你看见那些男人的时候, 眼睛很不一样, 我想了一周, 才想明白, 大概是, 很有生气, 跟我画你的时候, 很不一样。 他亲身问我, 是以前的爱人吗? 嗯, 是啊, 是以前的爱人。 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想, 许望还是很不一样的人, 是不管什么时候出现, 都让我眼前一亮的人。 我送画家出门, 祝他一路顺风, 好遗憾, 你不能看清晨的秋景了。 好遗憾, 没机会再走近一点了。 他张开怀抱问我, 能拥抱一下吗? 我上前一步还了还, 他又退了出来。 他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上去很排斥他, 但是童年, 希望你过你想要的生活。 我点点头, 会的, 谢谢你。 转身的时候, 看见了树荫下的徐望, 他对上我的目光迎着我走上来, 我先开口,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徐望攥了攥拳头才将手中的东西递到我眼前, 上次的电影, 恕我忘了, 我们一起去看这个。 我借着光影看了看上面的字, 徐望, 你从来不跟我看爱情电影呢, 为什么? 徐望理所当然地说, 你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我摇头, 是你喜欢, 我们之间的喜好, 都是你喜欢, 你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 喜欢做什么, 喜欢看什么吗? 徐望, 你跟其他人是可以看爱情电影的, 对吧? 我撞见他的那一次, 他跟那个小女孩看的, 就是他原本拒绝了我的那一场大热的爱情电影。 我还是觉得委屈, 杨起头问他, 为什么跟其他人可以, 跟我却不行呢? 他没有打我的话, 我却知道, 因为他跟其他人短暂地有过爱情, 跟我, 从来没有过, 我都知道, 是我装傻。 店里总受一些孩子喜欢, 有一对小情侣格外显眼, 小姑娘总是在小男孩身边转悠来转悠去, 像是很久之前的我。 徐望也不是完全不跟我约会, 他只是没什么耐心, 很不耐烦的样子, 就连分别时候, 我坐在他对面流眼泪, 他也只是略微不耐烦地说, 行了, 哭什么, 你该去哪去哪? 我牵着他的袖子问, 那你跟我, 徐望就只会说, 我就在这里, 也不会跑, 你随时回来呗。 后来我回来, 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在他身边, 我悄悄桌面想, 还是年轻好, 年轻时候才有这么一往无前的勇气, 关店的时候已经有一点冷了, 我上好所转过身就看见了一副尽在咫尺的话, 吓得我往后退了一大步, 徐望, 他别扭地从后面探出头来说, 这画我粘好了, 我看着那幅被勉力粘好的画, 眼前仿佛能看见徐望将着身子板着脸, 弯着腰一张一张将碎片捡起来的画面, 你要是喜欢这幅画, 我还给你就是了, 它的声音有些小, 莫名地显得有些难过, 我眨了眨眼逼回眼眶里的诗意才说, 可是, 我已经有新的了, 画也是, 生活也是, 他愣了一下才问我, 童年,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坚定地说, 嗯, 不想了, 他接着说, 要是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呢, 我歪着头看他, 你是在求我吗? 他犹豫着点头, 我叹了口气跟他说, 我叹了口气跟他说, 原来是这种感觉呀, 被不喜欢的人恳求, 原来是这种感觉呀, 徐旺, 我能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我的爱情廉价了, 在爱里让出底线的人, 本身就足够廉价了, 徐旺, 现在是你求我, 这句话我还给你, 他整个人将在原地, 手上的话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 当初是你求着我跟你好, 这句话我还给你, 下出雪的时候, 我觉得是该有个人在身边, 于是我欣然答应我妈的邀约, 参加了两次相亲, 不过都不是很合适, 我开始怀疑肃配的可乘焦虑, 觉得自己还是有些操之过急, 准备徐徐途之, 隔了两天才回店里去, 我的小店员凑近了跟我说, 那个男的, 每天都来每天都来, 老板,你认识吗? 我摇摇头说, 我不认识, 徐旺总是在远处站着, 下着大雪, 几乎看不清她的身影, 我照常忽视她往家的方向走, 连着下了几天大雪, 雪花又结冰, 冰上面又飘雪, 脚下像是安了滑轮, 我小步小步地走着, 明明看见了绿灯才开始走, 可是路上滑, 有小车刹不住, 将方向盘向右狠狠转过去, 我只是稍稍低头, 就看见一辆车冲着我直直地冲过来, 耳边都是急刹的声音, 我的大脑在疯狂地叫喊快跑, 可是脚步却动弹不得, 砰地的一声, 天旋地转, 同年, 我的耳边响起很多很多的声音, 只有这个最清晰, 就算身子不能反应, 脑海还是给出了答案, 是徐旺啊, 是徐旺啊, 我做了很长很长的梦, 梦到了很久很久之前, 探紧自己拿着精心做好的巧克力, 等在徐旺的桌前, 我无比急迫地想要触碰到它, 告诉它别等了, 它不会要的, 可我不能,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徐旺接过来拆它又合上, 那盒巧克力又回到它的手里, 我置身室外地, 看着那个小姑娘的神色, 鼻子忍不住发酸, 它低着头, 手去一下又一下地俯过那个盒子, 犹豫着将它递上前, 却看见徐旺已经转了过去, 咬着唇像是想要哭, 却又不敢哭一样,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迎着人流像是一个可怜的夹心面包被挤来挤去, 手里却还紧紧地抱着书包, 那里面是装给心上人的特产, 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因为害怕都不敢多喝一口水多上一次洗手间, 他只是抱着那个包, 像是能获得更多的安慰一样, 我想告诉他别去了, 不会得到回应的, 只会看见漂亮的女孩子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 告诉你他们刚刚欢好一场, 可我还是不能, 我只能看着, 就连再长大一点, 他梳起头发穿上了高跟鞋, 还是会拄着胳膊, 看着窗外, 期待着心上人的归来, 我捂着眼睛想,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呀, 他只会扔掉你一早做好的蛋糕, 说你烦, 让你不要再做, 不会有回应的, 不会的, 那么, 珍贵的心意, 给自己把阿宝, 我站在他身边, 看着他流眼泪, 虚虚地缓住他, 像是这样就能抱住独自流泪的自己, 阿宝啊, 求求你了, 爱自己吧, 爱自己吧, 阿宝, 阿宝,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撞进了徐望的眼睛, 一时有些恍惚, 那双总是冷漠的毛子里, 也能映着我的身影了, 我后知后觉的, 想流泪, 我妈拨开徐望的手, 冲过来问我, 阿宝, 阿宝, 好一点吗? 身上很痛, 但是我还是笑了笑, 没事, 我想让他放心, 我妈站在我的身边流眼泪, 继父站在他身边安慰着他,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艰难地扭转脖梗, 看见了在一旁站着的徐望, 大梦一场, 像是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 要是问我人生最坚定的是什么, 就是爱着徐望, 一往无前的, 爱着徐望, 我眨了眨眼,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 从眼眶里流下来, 阿宝, 哪里痛吗? 徐望焦急地跑过来, 扶在我身前问我, 见我不回应他又问了一遍, 阿宝, 哪里痛啊? 我摇摇头, 只觉得眼泪像是止不住地躺下来, 是阿宝啊, 过了这么多年, 你终于知道了呀, 我的小明, 那个所有亲近的人, 都在叫个名字, 是阿宝啊, 终于, 我也能变成你心里的宝贝了嘛, 多迟啊, 多迟啊, 徐望, 身体稍微好一点之后, 我能自己坐起来, 让我妈他们先回去别时刻在我床前担忧, 屋里就只剩下我跟徐望, 我问, 不用回去工作吗? 他沉默地削着水果说, 不用, 我看着窗外的太阳说, 不下雪了呢? 他扯扯嘴角说, 是你躺得太久了, 是吗? 可能是吧, 大雪之后已有枝丫迸发, 是春, 我看着徐望想, 在春天告别, 是很浪漫的事, 我接过他手中的水果说, 聊一聊嘛, 跟我, 我温和地问他, 压制住自己去给他擦眼泪的冲动, 徐望, 别哭, 我小声说, 我不再是能为你擦眼泪的人了, 阿宝, 我擦了擦眼角才说, 我做了一场梦, 很久之前的梦了, 看着我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你伤害, 我觉得很痛, 心里流的泪, 快把我淹没了, 我笑着跟他说, 徐望, 我好心疼我自己, 生死之际, 我好心疼我自己, 徐望的唇都在颤抖, 他急切地来抓我的手, 阿宝, 我, 我, 我轻声说, 我可能没办法, 很快就不爱你了, 但我想努力去做, 阿宝, 别不要我, 求你了, 我第一次看徐望流泪, 流得这么凶, 像是非常害怕被我抛弃一样, 死死地抓着我的手, 抓得我生疼, 阿宝, 我都会改, 真的, 我都会改, 徐望轻易地看着我, 像是只要我点头他就可以拿全世界跟我交换一样, 阿宝, 别抛下我一个人, 我好害怕, 我手上微微用力, 正开了他的手, 徐望, 不行, 这是我的回答, 他说, 我们有过好时候的, 有过好时候的, 他像是想要勾起我的回忆, 忙不迭地说着, 我笑着流泪,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那么单纯的情谊, 那么青涩的感情, 那么多个下夜里, 贴在唇角的吻,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是啊, 我们有过一个人记得, 我们有过好时候, 上学的时候, 是我记忆里最开心的时候, 可是后来你就不再喜欢我了, 你不记得了吗, 你忽视我伤害我敷衍我, 都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了, 可我还是舍不得往前走, 你已经不记得这段记忆了, 要是我也不记得, 还有谁能记得呢, 记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只困住想被困住的人, 是我自己化地为牢, 但我想明白了, 徐旺, 已经被抛弃的过往, 就应该尘封在时间的长河中, 我应该要从那里走出来, 去到新生活, 徐旺再也说不出话, 他只是苍白地说, 就算不能回到过去, 我们也能创造未来呀, 我缓缓摇头, 过去的记忆太多太多, 我看见你就想起了 那么悲切的我自己, 还怎么有勇气 跟你创造新的未来呢, 徐旺, 我不想总是担忧, 担忧你是不是又会忘记 跟我的约定, 而把我一个人扔在电影院, 担忧会不会还有新的小女孩, 跑到我面前说你右侧锁骨下方有克制, 担忧你会不会刚从别人的住所赶回来, 带着别人的味道, 就来抱我, 徐旺, 我很害怕的, 我想谈安稳一点的恋爱, 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经营的那种, 徐旺小声地说, 我也可以, 可以跟你谈这种恋爱, 我只是摇头, 你不能在爱里站上风的人, 永远也不能习惯自己在下游, 你现在觉得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又会想凭什么, 你想受过毫无偏思的爱, 就不能接受自己再受委屈, 人都是这样, 你不用觉得愧疚, 我看着他说, 你也绝不是特例, 他想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话语, 我们相顾沉默, 徐旺, 我们都需要为自己承担一些责任,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些代价, 回忆之中, 我看清我自己, 血泊之中, 他看清他自己, 难过的是, 我们只能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我想, 我可以面对以后的每一场寒冬了, 一个人面对, 痊愈了之后我就回了店里, 徐旺还是会来,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各忙各的, 只不过他开始邀请我, 而我统统拒绝, 想念,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 我擦好手中的杯子又想起了那场没人赴约的电影, 不了, 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 那一起吃晚饭呢? 不了, 我不是很喜欢吃饭, 你挡到我后面的顾客了, 温暖的时节了, 我遇到了不错的温暖的人, 可惜都没能走下去, 我想, 一个人也不错, 我养了一只猫, 很有灵气, 店里有很多人是奔着它来的, 我将店重新翻修了一下, 还在外面划出了一小块花园, 用来种我喜欢的花草, 因为装修不错, 所以总有人来打卡, 我越做越好, 徐旺还是会来, 坐在墙角喝咖啡, 小秦说他总是看着一幅画发呆, 上面好像是我的样子, 我笑着回他, 你看错了, 是吗? 可是真的好像, 我赶着他去拿杯子, 小姑娘就被我迷离乎乎地赶跑了, 时间长了纸包不住火, 小姑娘后来无比确定地跟我说, 那就是你, 童姐, 童姐,你怎么骗我? 我白口默辩, 因为徐旺在公司聚餐上大醉一场, 哭着问为什么我不能再给她一个机会, 有人小声问要不要给童姐打个电话, 被她一把抢过手机, 声音很小, 我还是听清了, 她说不能打给她, 不能, 她会烦我, 烦我就不见我了, 我看着视频笑, 我可没骗你, 我永远做不了你老板娘, 小姑娘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笑得开心, 因为我已经是老板了呀, 冬季到来的时候, 我将关门时间提前了一点, 某一天大雪, 她在店外拦住我, 磕磕磕磕地唱了一整首生日快乐歌, 拿出来的是跟当年一般无二的海练宝宝蛋糕, 我有些纠结地看着她问, 你明知道我开甜品店, 还去别的地方买蛋糕吗? 我想, 许旺真的是笨拙的人, 不管是上学时候还是现在, 我过了热热闹闹的一次生日, 跟我家人一起, 带着我的小店员, 还在桌上给小话放了的杯子, 这就全了, 家人朋友都在身边, 生日快乐, 会的, 我会永远快乐, 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我薄利多销, 倒也做得红火, 来年开春就开了一家分店, 开在我们中学的后街上, 对面就是思年的店, 我掐着指头算, 这店她开了三年了, 想了想我还是走进去点了一碗, 她系着围裙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一愣, 思念状态很差, 瘦得不像样子, 我吃着碗里的米线, 问她为什么回来, 她笑了一下才说, 当初离开这里, 不是一个人走的, 哦, 是带着小花一起走的, 现在她回到这里, 我还能去哪里, 我问她, 去哪不行, 跟谁在一起不行, 为什么守在这里, 思念也不回我, 只是擦着面前的桌子, 但在我出门之前她问我, 小花, 入你的梦吗, 原来小花从不见她, 我笑, 嗯, 说她过得好呢, 思念苦笑着说,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后街的店装修遇到了点问题, 我妈介绍给我一个行家, 是个白白胖胖, 又憨厚老实的人,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别别扭扭地叫我, 彭小姐, 吓得我连连鞠躬, 你好, 秦先生, 她是个很温柔的人, 第二次见面时, 她夸我的衣服, 很衬同小姐肤色, 可我那天感到着急, 只匆忙套了一件土黄色的外大,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是不是在夸我, 只好结结巴巴地回, 谢谢您夸赞, 不客气不客气, 腰都要弯断了,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只是简单的快餐, 我狼头虎咽地吃完了, 才对上她惊讶的目光, 彭小姐, 好饭量, 我又一次进退两难, 是不是夸我呀到底, 听上去真的很想嘲讽, 我笑着说, 秦先生吃的倒是不多, 年岁相仿, 尴尬几次之后倒是熟悉很多, 秦姓是个好人, 是个走路照顾你走理策, 见面会为你披衣裳, 一顿饭就观察出你的喜好, 并牢记一心的, 很绅士的人, 树叶全绿的季节, 我决定跟她交往的试试, 我又去了, 给小花送了一束花, 告诉她, 我做好了准备, 重新爱一个人, 很幸运, 我跟秦姓相处得很愉快, 她是很有趣的人, 非常热爱生活, 喜欢养宠物, 摆弄花草, 甚至与世俱进的改造房间, 我已经许久没有享受过, 什么都不用管全权交给别人去做一件事的感觉了, 很新奇, 很开心, 我们会一起去看新上的电影, 讨论电影中奇奇怪怪的设定, 还会一起去吃家门口新开的店, 画出下一次还会再去的, 标出来, 竟也整理出来一小榻, 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 就两个人牵着手在就近的花园里溜带一圈, 就算没有什么话说, 也是牵着手的, 这让我很安心, 感觉生活更加平和, 我们约会的时候, 碰见过徐旺一次, 我大方介绍,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我前任老板, 徐旺脸色难看得要命, 甚至连手都没握就转身离开了, 我笑着说, 这就是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原因, 脾气太差, 太小心眼, 我的男朋友笑得温和, 他说, 没关系, 都没关系, 前任老板没关系, 前任也没关系, 隔年, 我答应了他的求婚, 可喜可贺, 我又重新拥有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这年, 我32岁, 终于准备接受一段简单的感情, 我在又一次关店之后往回走, 在街边遇到了徐旺, 我过了马路, 他站在对面, 我们直直地对望着, 我想了一会, 对着他摆摆手, 将手中的蛋糕放在旁边的台阶上, 最后一块蛋糕, 送给你, 我要结婚了, 也希望你幸福, 原来当一个人觉得幸福, 可以这么坦荡地希望别人也幸福, 以后就没有最后一块蛋糕了, 我看着红灯便绿, 在他迎面走过来的时候, 对着他摆了摆手, 在心里说, 徐旺, 再见, 徐旺加快地脚步走过来, 在人潮之中对着我喊, 阿宝, 我生生顿住脚步没有回头, 他又紧接着小声喊了一句, 阿宝, 我没有回头, 跟徐旺有关的那段记忆, 我终于要说再见了, 希望你也别被困在那里, 被婚的时候总是混乱,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收进来一个快递, 盒子很轻, 打开的时候只有一封信, 我坐在一堆快递中间, 指挥我丈夫去做晚饭, 打开了那封信, 滴滴滴, 是我呀, 阿宝, 我是小话, 我的眼泪猛地流了下来, 你那里是15年后吗, 我这里是15年前哦, 这是我们一起寄的时光信,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呀, 嘖嘖嘖, 你肯定是寄给了徐旺, 不像我, 还记得给你寄一份, 这次是你说, 说我重色轻友, 你才是呢, 你32岁了吧, 那我也32岁了呢, 好难想象32岁的我们, 是什么样子啊, 有没有开很多很多的蛋糕店, 有没有生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我的视线模糊起来, 骗子小话, 你还是28岁呢, 算了算了, 生小孩很痛, 但我肯定还和四年在一起, 你呢, 你还喜欢徐旺吗, 找到新的喜欢的人了吗, 阿宝, 有没有很开心啊, 还跟我做好朋友吗, 要是不做好朋友了, 我真的会生气的, 好吧好朋友, 我跟四年吵架了, 我要在这个信里面记录上, 罚他不许跟我说话一星期,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了, 就拿去给我看, 我要罚他跪键盘的, 哼, 嗯, 其实没什么想说的啦, 18岁的小话, 很开心, 很爱很爱四年, 如果他敢对不起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很喜欢阿宝, 希望阿宝早日开心, 早遇良人, 阿宝阿宝, 拿着信去找小话吧, 阿宝阿宝, 我永远的好朋友, 小话, 写给阿宝, 信的落款, 赫然是15年前, 阿宝阿宝, 我永远的好朋友, 小话小话, 我永远的, 好朋友, 我在一堆快递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永远的好朋友, 阿宝遇到良人了, 阿宝过得很开心, 阿宝很想很想你, 你呢, 你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开心, 有没有快乐, 还, 爱着心上人吗? 秦信走出来, 手忙脚乱地为我擦眼泪, 明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是小声安慰我, 阿宝, 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 没事没事, 小话, 你能看见吗, 我遇到了心上人, 我婚礼的那天, 挽着我继父的手走红毯, 灯光亮起大门打开的时刻里, 我仿佛能在众人当中, 看见小话正奋力的鼓掌, 他眼含热泪, 像是终于看见了我幸福的样子, 敬酒的时候, 我看见了在婚礼场外站着的徐望, 秦信牵着我走过去, 他扯了扯嘴角, 对着我说, 新婚快乐呀, 秦信温和地点头, 说谢谢, 然后低声跟我说, 我去里面, 你们聊, 徐望今天穿得很正式, 我说, 你看上去像是要来抢婚一样, 他笑弯了眼睛, 格外温和地问, 可以带你走吗? 我晃晃脑袋说, 不行哦, 他靠近了我一点点, 像是要来牵我的手, 却又很快退后一步, 他动作很快, 我还是闻到了他身上的青草香气, 很熟悉, 以后, 要好好生活呀, 我会的, 他摸摸鼻子, 像是要落泪, 最后他说了一句从未讲过的话, 是在热恋期也难得一听地夸赞, 他说, 你今天很漂亮, 很漂亮, 他不住地点头, 像是想要强调自己的话, 我笑着说, 谢谢, 我丈夫也这么说, 徐旺送我的大红包给我, 我心安理得地收下, 算是我这么多年的青春损失费, 想了想, 我还是跟秦信解释, 真的不是我请他来的, 我没有邀请他, 秦信笑出了酒窝对我说, 阿宝, 我还不至于跟过去的人吃醋, 我们好好生活, 以后都在一起好好生活,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握着他的手低头笑了一下, 嗯, 以后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婚礼过后, 我又去了小花的目的, 小花, 这是我的捧花, 我把它送给你, 我还是忍不住, 弯下腰来摸着他的照片, 小声地哭了出来, 我收到18岁的小花写的信了, 我垂下头缓了缓气才说, 我, 我永远的好朋友, 你看见了吗, 我很幸福, 我把捧花送给你, 希望他带你玉良人, 在天上, 也要过得开心哦, 我的丈夫安慰着我, 轻轻为我擦眼泪, 他说, 你好小花, 我是阿宝的丈夫,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阿宝的, 我摸了摸他的照片, 看着永远停留在28岁的小花说, 小花, 永远年轻, 永远漂亮, 那天傍晚离开的时候, 我还是看见了, 手捧着一束白玫瑰的思念, 我问他, 你收到小花的信了吗, 他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又问, 他说了什么, 思念依旧不回答, 我也没再问, 过往罢了, 这年冬格外冷, 我捂住了一层又一层, 厚棉袄, 又拿到了一封信, 童念, 拜托你, 将我葬得跟小花近一点, 近一点, 我太想他, 那些错, 我到地下去认, 分别总在大雪天, 漫天飘雪, 我又来到陵墓, 徐旺早早就等在那里, 对我说道, 思念也拜托你了吗, 我说, 对呀, 可是他都买好了, 拜托我们干什么, 徐旺说, 可能怕你看见是他, 把他骨灰扬了吧, 我瞪他, 我哪那么缺德, 我看着那封时光信很久很久, 才将思念的骨灰放进他早就买好的墓地里, 在小花隔壁, 徐旺问, 你担心, 我说,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小花的家人都在这里, 活着的时候他欺负小花, 到地下去就活该被收拾, 徐旺笑了一下说, 阿宝, 你过得好吗, 我指着我丈夫说, 嗯, 我过得好, 你呢, 他没答我的话, 我也没追问, 这世间的好友千千万万种, 不是只有身边有双温暖的手才叫过得好, 徐旺已经比大多数的人都拥有更幸运的一切了, 至于夜半时分他的床侧是否寒冷, 已经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了, 只是徐旺一直叫我阿宝, 直到我有了小孩, 孩子长大, 在遇见的时候, 他还是叫我阿宝, 他一直一个人, 那都是后话了, 他替我打伞, 我将白玫瑰摆好了之后说, 冬天太冷了, 明年春天, 我们准备要个小孩, 我看着照片说, 小花, 到时候, 我带着孩子来看你, 我对着徐旺摆手, 回去吧, 牵起我丈夫温暖的手, 我们向着家的方向去, 那一场年少时的徐旺爱恋, 终究还是在雪天分别, 大雪扑满地, 终无人回头, 向前走吧, 向前走, 就能去阳光温暖的地方, 那里会是好地方, 小花给思年的信, 思年, 我是18岁的小花,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记得给我个拥抱, 不然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你跟我吵架的这件事情, 我来不及了, 还要给阿宝写呢, 思年, 我爱你哦, 记得亲亲我, 过眼云烟, 谁在身旁, 李小花, 我爱你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